走 爆 这是这几天发的习题和卷子 我按分课给你整理好了 虽然你依靠可能用不到了 怎么会 我很需要 谢谢 同桌嘛 应该的 靳雨昊呢 他好几天都没来上课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寒假的时候 我们都在他们家部闲 然后快开学的时候 他跟我说 让我们都别去了 现在开学了 一直也没来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QQ也不回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哥们 你担心他 不如担心担心我 我要是不高考 我也天天玩 谁爱来学校 阿信爷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靳雨昊啊 他不在家就在网吧 这两个多月 他QQ没下过馅 都挂出俩太阳了 那有什么事呢 老大 问你个事 我现在 一搞爱来得及吗 你先问你爸妈 同不同意吧 要不放学一起去看看 嗯 老大 你说咱俩给他蹲一轴了快 连个猫都没来过呀 其他地方呢 薛小那边他也很久没去了 要不咱换个地方找找 我问过吴爷了 这个方子上周刚交的吴爷费 你意思是 那个意思是 你想想啊 那个老花头 他不可能给没有价值的东西交进 我怀疑啊 这个方子里边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带走 要么就是 给他儿子交来 对 况且这几天 武力版的电话一直都在响 就搁到灯笼 肯定会有人来 响 有人来了 走走走 他会在家吗 电话一直都没人接 叔叔阿姨都回国了 他应该也没别的地方客去吧 晚上就要回来住吧 那我们就一直在这 雷达 他们家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你快给马歇雅打个电话 让他告诉你他们男生常去的网吧 还有金允昊 你至少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命运 他说的就是这个 有七八家呢 怎么办 分头 一家一家找 好 走 跟上去看了 走 有一个人说你老在包街里吃饭味儿太大 能不能出去吃去啊 不好意思 我下次一定注意 再帮我充九十块钱 剩下的钱 你帮我倒一下垃圾 然后再来包泡面 可以了吗 如果再有人来问 如果有人来问就说你不在 老爹 你在这半个多月了 你是韩国人 在中国也有仇家 不行的话我去别家网吧 诶 别别别 开个玩笑嘛 干嘛那么当真 哥是过来人 我知道你们这个年纪就心什么离家出走 听哥一句劝 你要是还在上学就赶紧去上学去 你在这半个多月老不去上学 我这黑心钱赚的难受啊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你好 请问有一个在金语号的韩国学生在这儿吗 你是谁啊 我是他同学 没有 他不在这儿 看都没看怎么就说没有啊 东西再给我看一下呗 你这人怎么那么烦人啊 我这那么多人一个个看还做不做生意了 这袋垃圾是谁扔的呀 我只看这一间 你成年了吗 你成年了吗 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你没成年赶紧出去 没成年赶紧出去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让住 给那儿呢 给那儿呢 快跑 快 跪 站住 还真有仇业啊 快 小心 快 往这儿划了 快 往这儿划了 快 快 快 这边 你在这儿放火 他们追的是我 所以我才更不能放手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没事的 干嘛呢 快 快 站住啊 站住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没事的 快点 快点 快 谁呢 欢迎我往这儿划了 我来 猴想 猴想 你就会猴想 说了猴想你还会说上 还累啊 老子 真 还累啊 走走 那边 这啥子闹都专时吗 把这能抛来 你还要来 你这儿干什么呢 你这儿干什么呢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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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再做一件事 你能不能再打一件事 你能不能再打一件事? 你不想再打一件事 中国类资金是多少不足的 现在的资金情况 是韩国会训练有机制 他俩怎么碰上的 于明给我打电话问你的位置 你们没碰上吗 我跟靳雨昊跟丢了 靳雨昊怎么搞成这样啊 之后还得回王八呀 于明说可以住他家 来了 快快快 寿面来了 明明跟我说呀 今天是你生日 不巧家里也没准备什么别的 阿姨就给你煮了碗长寿面 快趁热吃啊 看起来好好吃啊 现在这个孩子啊 长得可真俊 比妈儿还好看啊 妈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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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的是实话嘛 好了 我们两个还有事情要说啊 你有什么需要就跟阿姨讲啊 好 谢谢阿姨 等快趁热吃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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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帅 工作不突出 学习不突出 腰间盘突出 请用 好 我们来听下一位读者的来信啊 这位读者呢 是一位高中男生 他说自己和兄弟爱上了同一个女孩 这件事呢 要共了解的 好 别多舊 你来听给你 谢谢大家 你再看看 就给你一 olmay觉 他自己去 那天哪儿 她一样 你 recommendations 你不能再给你 要不要再给我 能再给我 也不能再给我 你你们带非常清楚 你能再给我 不要再给你 因为有人跟我说 一定要留在中国 留在喜欢的人身边 未来才有可能不遗憾 未来的事情谁说得准 干嘛要听别人呢 不过我也确实应该回事了 留在这里帮不上家里任何忙 还给你们添麻烦 哥们 你家里的事不是说 靠你留在中国 或者说回韩国就能解决的 你要回家不方便 可以住在我这 反正我爸长期出差 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 为什么 我走了 你不就扫清障碍了 我可没有支持你留下来 我 我是说 如果两个人真心喜欢的话 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但如果是我的单相思 那可能我才是哪个障碍吧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两个都有可能是单相思啊 但是我还是想谢谢你 你是这么多天以来 唯一一个和我说可以留下来的人 你喜欢张曼尔和我们两个是朋友 两码事 况且我的想法不重要 好 我会好好考虑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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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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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帮我个忙 应该说帮忙靳雨昊 他们家会在2008年遇到一些债务危机 如果不回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靳雨昊下的事就这么解决了吗 我爱你 我爱你 超过7% 迅速下跌超过7%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停盘15分钟 早上9点48分复盘后市场跌幅有所收斩 这今年啊 又是奥运 又是雪崽 谁又来个金融危机 时尚提超纲了呀 哥们 你说高考之前 有没有可能还有什么事发生 哥们 我夜观天下 我觉得你最好逼着你这个无奈 现在改机关来得及 改哪儿啊 改得跟庆宇浩一样 这样高考之前啊 我也可以翘课 有道理 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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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破情了 坐 上次我去 不为失败找理由 要为成功想办法 拼沟 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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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宇浩怎么又没来 我怎么知道 她上周就搬回家住了 我跟她发消息都没回啊 我帮她搬家的时候看了 没有可疑的人 有什么可担心的 金融危机 不会影响到她吧 你当时拍偶像剧啊 金融危机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还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跟我们十八岁高中的 最大关系就是说 高考时政题会考到 天天静宇浩 静宇浩 静宇浩 别在我面前给她发消息 你好 请问 你再来做那小子呢 你们想干吗 我报警了 别害怕 安哥们 反而哥俩不会伤害你嘞 安利亚其实呢也是被逼无奈 你说要是能当好人 谁愿意当坏人呢 是吧 那你们还来这儿干吗 这家人呢 把钱还上了 这不 俺俩原来搞理事情 这得解决一下 这样啊 我还以为他们家又出什么事呢 你没听说啊 这家破产了 我听说这个楼马上就要排卖了 而且这武力剩下的东西啊 已经被紫禅情算了 说切还挺对不起那小子呢 判过那边都破产了 还把中共的钱钱换上 静宇浩 你跑什么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 我一听话我把它待回 你既然决定不走了要留在中国 那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别跑了 那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那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那你那么有本事 你别连累别人啊 你让他受伤的就是和我有关 来 来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我们在这儿 不要再把他扯进来了 我没本事 我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我远离所有人还不行吗 买药太多了我搞不懂 什么红药水 蓝药水 紫药水 我说让手都买了 你自己看着用啊 我来 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了 不用再劝我了 我已经买了明天的机票回韩国 宇鸣 我有事要跟靳雨昊说 你要不让我俩单独待会儿呗 招卖你太笨了吧 你不知道这个红药水和紫药水不能跌通吗 所有药水里点幅的伤害程度是最小的 我现在去买一个 谢谢啊 俊颖昊 这瓶点不是你欠我的 我记账了 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事 你听好 虽然你可能不相信 但它确实是真的 你要说的 是你的MV3的事吧 你竟然知道 你不是想知道 为什么我一直想让你回韩国吗 你还记得 暑假 你用这个联系到的人吗 他不是什么远方表姐 是我 准确地说 是十二年以后的我 就是未来的我 告诉我应该让你回韩国的 我也听过MV3的留言 未来的我 让我继续留在中国 但是我却把一切都搞砸了 如果我听从安排回了国 我爸就不会为了我 还上中国的债务 我们家就更不会破产了 所以你看 就算在未来 同一件事情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切都还有机会啊 所以 你为什么不听听别人的建议 再试一次 都怪你多嘴 你来敲门 都怪你多嘴 搞生日惊喜是句号的主意 应该你来 就就就 快快快 清话 我有话跟你说 这条留言 应该是给你的 您好 我是靳雨昊 我替你的权留在了中国 但是却造成了更大的危机 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次危机吗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为什么 连十二年后也没有办法吗 时间 并不能改变所有事 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经历的 但有一件事 你可以做到 什么事 继续留在中国 不行 因为我的任性 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我怎么还能自私地留在这儿 你听我说 现在我的情况并没有被改变 这说明不管你当年有没有回国 金家的情况都会事理解决 只是时间节点前后而已 在这件事情里 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但另一件事 你只有一直留在中国 未来才有可能不遗憾 什么事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这件事 选择 不是选你认同的 而是选你能做到的 这件事 所以你真的解决不了这次的破产危机啊 对啊 零八年金融危机 连华尔街都没有办法 我一个小小的金语浩 能做到什么呢 那时候你吃了很多苦吧 这绝不是我一生中唯一的风暴 在金融圈 这样的事情会一遍又一遍地发生 就像病毒爆发一样 我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 我和你不一样 我希望过去的自己少受一点伤 受伤的不是过去的你 是现在的你吧 我觉得我现在就挺好的 对于我而言 过去的那些伤痛 都是成长对我的馈赠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能留在中国 据尼补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或许是因为现在的你受了伤 才会否定那时候自己快乐的时光 但谁知道四十岁的你 会不会感谢现在的你所承受的痛苦吧 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要留在中国 我爸总跟我说 选择不是选自己认同的 而是选自己能做到的 而是选自己能做到的 我当年回了国 却错过了我最心爱的女孩 如果我能陪在她身边 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办法 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 她肯定有办法 我觉得她就是不告诉你 我前两天也跟未来的自己吵了一架 这几天都懒得理她 明明有解决办法 她不说 明明她可以自己努力的事情 却把责任全推我们身上 我感觉三十岁的我们好像真挺讨厌的 可能他们也觉得我们很烦吧 没关系 我们再想想办法呗 可以找同学们募捐 或者是咨询一些金融人士 我就不信了 十八岁的办法没有一个可行 你不劝我回韩国了 反正都这样了 收 如果你一定要留下来 那我们就一起解决问题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这里是红马鱼电台 孩子说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什么是人生暖阳 是明知会失败 也要全力以赴的梦想 是明知道爱得不忘 仍然要尽力追求的人 是那一面面 明知过不去 却偏要装的蓝墙 或许所有人都不能为免去装一装蓝墙的权利 因为这样 我们才算完整地拥抱了人生 有变化吗 我想没有 对啊 对啊 你看 不管我有没有留在中国 事情都会解决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MV3的 两年前吧 所以我们的时空真的发生过改变吗 嗯 你都改变了什么 嗯 我的志愿校 石油干 还有 我和于明的关系 感觉好像变了很多很多 但唯独 我是个失败的演员这件事 从来没变过 那我们呢 嗯 你高三不是没回韩国吗 不是说我们的关系 有发生过改变吗 好 没关系 我们的关系 可以从这个时空开始改变 如果你对这个圈子感到厌倦 我们可以一起离开中国 只要我在你身边 就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们还有反击的余地 我查清楚了 自杀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开西准备好的艺术戏吗 现在敲门的话 不合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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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吧